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静蕾导演的最新作品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最近呢这部电影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那老徐呢也是带着剧组的主创们啊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宣传 在近日的一个宣传活动上呢所有人都变称为大厨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厨艺如何 昨天下午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剧组来到某网站录制首映里 现实生活中都是吃货的几位主演现场纷纷变身超级大厨 拴上围巾造型上倒是有模有样 不知道做出来的食物味道如何呢 我外相好多 很好吃 尝一条水 好 有点钱 对 快点了 不口重 没有人敢上来吃他们做的饭 真的吗 那我来尝这个 这个比较好 太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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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静蕾休息三年没有拍戏 看来也没有拿去练厨艺呀 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将于2月14号上映 电影《远赴浪漫的库拉格奇景》 讲述了三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但现实生活中导演兼主演的徐静蕾却是个和浪漫完全五官的人 我爱你 你愿意嫁起来 我不能失去你 我每次去剧本的时候要写浪漫桥呢 我都要打好多电话问我朋友 对像我每次真的电影里那些 像以前的电影也是 这部电影也是 我觉得浪漫就挺累 反正的 你会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小游戏吗 就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有 嗯 有没有什么小游戏 算了 嗯 只会那种 比较幼稚 有点太幼稚 我不太好意思说 不怕点停 最浪漫的事就是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